城寨對我來說,其實是一個修行的道場 大家知道我是一個傳媒的老兵 做過電視台,做過電台,做過報館,做過雜誌 在多倫多,在台灣都參與過報紙 和新雜誌,新報紙的創刊 但是網台很特別,網台是一個沒有門檻的世界 任何人都參與,人人都可以入場 沒有任何的支持 純粹可以做自己的節目,做自己的表演 四野無人 我知道,我要比以前更認真、更嚴謹 因為純技術,沒有花、沒有隔 你在看的是城寨,我是王偉文 王偉文 大家好,時間過得很快 眨眼來到最後一部分的王偉文 一家之言 今天全日的題目 香港過去一年的變動 或者準確一點,過去三年的變動 你看到就是由開放走向專制 由文明走向野蠻 以及模糊焦點 這就是整個騙子政壇 一個騙子的政府 你看到他建高鐵的例子 你之前想後,現在將整件事件 在你的腦袋畫面重新畫一次 這是騙局來的 先通過後檢討 再研究 三跑 先通過 這個邊界問題 也是先搞了先 撥款先 建好了 多了很多公屋 用公屋來吸引你 對郊野公園一樣 是不是 給你這些年輕人置業 不用補地價 有一些廉價的單身公屋 這樣嗎? 整件事情 每件事哄你的時候 都是包裝紙的 跟梁振英 跟你們這些窮人的民心一樣 一支筆 一本寶 一張椅子 是不是? 只要你肯說 我肯聽 不要這樣啊 大哥 所有事情都是用一種 街頭騙案式的手段 來施政 焦點模糊 還有大家 剛才所說的 你明明是對著香港人 就說網民 用大媒介 大報紙也這麼說 接著說網民 針對網民 如果網民自首又怎麼樣? 如果網民接不接受修訂 網什麼文呢? 你針對香港的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 你不要說網民 你對他們是七百萬香港人 擺明是政治工具 對了 那條第三條跑道 擺明是沒有需要 這樣起完之後 是用不了的 因為深圳的制空權 是沒有談得通的 你就說用中央壓下去 地方政府和中央的矛盾 一個完全沒有中國新聞常識 大陸新聞常識的人才說 模糊了焦點 好了 到新界套丁的問題 又是一樣的 突然間拿套丁來做 為什麼三戰齊法 因為要連任 連任工程已經開始了 如果套丁這個罪名 這個法庭審判 是對梁振英有利 所以套丁就會繼續執行下去 全部都是這樣 最近另一個問題是 又來了 陳茂波之後 中大校長沈祖堯 又搬錢穆出來 是不是 他勸球迷不應該去 那首義勇軍進行曲 他舉個例子就是 當錢穆92歲的時候 在他的台北御所掃書樓 上最後一課 博士班講課的時候 跟那班學生講 林別叮鈴就說 你們都是中國人 你們不要忘記中國 喂 沈祖堯又在這裡 換概念 模糊焦點了 喂 錢穆講的中國是什麼 中國 這個是具有五千年歷史 和文化的中國 承傳中國 知識分子 割破家亡的悲鳴 是變成了共產政權的統戰文宣 這個用沈祖堯的身份 用他的文望這麼高 這麼得學生歡迎的校長 押了下去 模糊了 簡單的說 用我們廣東文講 民間的粗俗的那些 你屈了 你屈了錢穆的說法 錢穆為什麼是錢穆呢 為什麼毛澤東 要讚文 刻意地點名批評錢穆呢 毛澤東寫了一個 凋調幻想 準備鬥爭裡面 點名批評三個人 一個叫錢穆 一個叫胡適 一個叫傅思蓮 一個叫傅思蓮 錢穆下來香港 胡適去了台灣 傅思蓮去美國 三個學者 為什麼要批評錢穆呢 錢穆就是秉承了中國文化人 在大學 在增心講大學所講的 就是說 一個人又責任地 責任地要承傳 這個中國文化的承傳 這個是在明明德 在親民 在子於至善 到了明末為神 那三位人物 所謂明末清初三大家裡面的 顧廷林所講的 國家興亡 肉食者謀之 中國的朝代一個這樣去 其實不關普通人事的 爭天下的人事的 是不是 秦經歷兩世 天下大亂 當時自然就群雄並起 有楚漢之爭 劉邦爭天下 他有一個所謂的 張良 蕭河 和韓信 陳平 這些人才 一時進現來幫他 楚霸王項羽 就因為他本身是楚國貴族 跟著他帶著三千子弟起兵 所向披靡 對了 這些叫肉食者謀之 那些爭天下的人謀 這個是國家興亡 國家興亡 並沒有問題 這個是自然規律 有西漢就有東漢 有漢武帝的凡 強盛就有漢獻帝的渡狼 是不是 有西州就有東州 天下大亂 是不是 有春秋戰國的群雄並起 這個是必然的逆經規律 有生就有死 有治就有亂 有俠就有離 一定是這樣 但是天下亡就不同了 顧庭林說 天下亡匹夫有責 當天下亡了 每個人都有責任 當時的前幕是基於這個條件下來香港 為什麼他要下來香港 被巡 為什麼要被巡 1949年 民國38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廣場裡面 告訴全中國 中國人站起來了 然後就是 怎樣 大家很清晰 山河入血 家破人亡 死了多少人 傷害了多少 多少家庭 中國文化之根斷了 這個就是天下亡 當天下亡 道統沒有了 每個人要走下來 維持 為往性計絕學的悲情 所以他甘願在香港 一個殖民地地方 做一個毛巾的蘭花 是不是 肩負他的責任 背負起他的肩膀 然後成立 拍手無文 成立新亞書院 為什麼 新亞效果是怎樣 他引用易經 開頭乾坤兩卦道理 地博厚 天高明 六個字 講出乾坤兩卦的精髓出來 跟著他講 奸險我奮盡 昆佛我多情 在一個大時代裡面 沒有條件 是不是 寄人離下 在一個殖民地裡面 全揚中國文化 講出來都是一個時代的荒謬 所以他講的國是什麼國 他愛他是什麼國 為什麼他臨死前 九十二歲高齡 都一再叮嚀他的學生 你們是中國人 不要忘記中國 不要忘記就是顧亭林 這一種 就是告訴你 天下亡 匹夫有責的歷史責任 和民族責任 今天沈祖堯 作為中大校長 喂 中大的前身就是新 錢穆作為一個當代大儒 二十幾歲 本來在毛石 教小學 教小學 他自學成功 寫一篇論文 留音留向父子考 震動當時中國的歷史界 當時北京大學的歷史界 是主任顧揭剛 古史辯的作者 特意邀請他用毛石上經 任教於北京大學 當時同一時間 他教北京大學 燕京大學 和北京師範大學 三間大學 一個人一生沒進過大學 第一天踏入大學 就已經是當年大陸最有名的北京大學的歷史界 作為教授 是的 一生勝命了七十年 再跟著 就日本侵華 他成為了西南聯合大學的教授 顛沛流離 在這個廣西桂林一帶裡面講學 都都 這個日本投降 國共內戰又起 是吧 中共立國 他知道不走不行 為什麼他不跟胡適知他們 一起去台灣呢 當時北京大學的兩大學 有兩大 是派 一個就是胡適知這班 是受美國教育 有學士、碩士、博士 是不是 杜威的學生 講英文的 有文憑的 所謂有shed 所謂的 現在的Degree 胡適是真Degree 不是菲律賓Degree 哥倫比亞的哲學博士 但是前一班沒有學歷 不懂英文 基本上是兩派 你想想一下 如果你公司有兩種的人 怎麼會 一定是不和的 不和就是兩條系派 兩條系派 你怎麼走呢 既然蔣介石以胡適知作為他的國師 收藏在旁 言聽計從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不能去台灣 因為不可以在胡適知的權力之下生存 他又不可以像傅思年一樣去美國 始終去一個外國的地方 要承傳中華文化 很艱難 所以下來香港 寧願靠自己一雙手 手空空 無一物 是不是 千斤重淡兩肩挑 用這個 這樣的精神來建立這個新亞事院 而才有今天的中文大學 沈祖堯優無了一個焦點 他想告訴你 香港的球迷 不要喝這個中共國歌 因為義勇軍進行國代表了中共的政權 中共的政權 偏偏就是中國人的對立 前目一生的工作 為什麼他失意於香港 被香港殖民地政府吞了他的新亞書院 因為他為了學生的學位受到承認 為了他的同事受到更合理的薪金 而毅然離開香港 當時李卓文說給他作退休的計算 可以繼續領退休金 他堅持辭職 他不是退休 那麼空手而過去台灣 空手過去台灣 當時已經辭職 各大大學中的中央研究院 台大 正大 怎麼容得下這個突然間 香港過來的當代大遇呢 那麼蔣介石 念其作為一個 這樣的身份的大遇 所以在他隔過東吳大學旁邊 那個陽明山莊山隻 後面的山邊 建了一個掃書樓給他 對了 掃書樓建了之後 到了原來政治的變化 蔣介石 這個 取消了戒嚴令 和新聞的報禁 開放了這個民主的氣息 所以跟著到 李登輝 就開始了總統大選 而一步步地走入了這個民主政制 很諷刺 走入民主政制 才到達到陳水扁 可以有機會通過競選 成為台北市長 陳水扁成為台北市長 千萬看到 原來掃書樓是屬於台北市政府的物業 而錢穆已經退休 退休不應該霸佔政府物業 所以將錢穆趕出掃書樓 而導致他逆年93歲而死了在台北 整個故事你聽下去 對了 我們經常上課 講藥經 講玄學 講術數 講算命 錢穆是成功還是不成功 錢穆一生是吉還是空 二十幾歲成名 九十幾歲死亡 成名七十年 威震了天下 在中國的學術界 以後你幾多年之後 只要你講到中國歷史 你不可以不提到前幕的國史大綱 但是問題是 你說他說是現實人間的所得 一生顛佩流離 是吧 在北京大學二十幾歲又 已經可以教歷史 但是問題是 由日本侵華 當時走到聯合大學 西南聯合大學 顛佩流離 多難得才等對日本投降 中國勝利 國共有大戰 好了 接著又到了這個 共產黨立國 卑巡而下來了 這個 香港殖民地政府 要成立自己的新亞書院 就要傳承這個 為往性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的 中國的讀書人宿命 好了 到了稍有成績 又被殖民地政府 吞了他的新亞書院 成為中文大學 他跟著 高到93歲 竟然被人趕出了掃書樓 證明一件事 就是你糟糕了 是這樣的人 如果你再問錢穆在生 如果真的可以問米專訪 有個問米專訪 你再問錢穆 下半身的顛配流離 而他為什麼要這麼辛苦 當時香港大學 九文前目來講 如雷冠矣 當時的 香港大學中文系系主任 是聘請他作為 港大中文系的教授 進了港大就舒服了 有宿舍 有固定薪金 接著受課也少 但是他為什麼不接受呢 始終那是英國人 在英國人管治的中文系裡面 作為教他的中文和歷史 他知道自己沒有辦法肩負 這個所謂將在所講的 為往性計絕學 需要自己這麼辛苦 成立新亞書院 對了 沈祖堯為什麼會對這一輩 這些他完全不知道 這些是皆知學問 我相信在中文大學 人人都知道的一個背景 而他竟然用錢穆出來 作為了 勸慰香港求迷 不要虛義勇軍進行曲 你說是不是焦點的轉移 你說是不是這個 奇怪的包裝 為什麼用錢穆 錢穆是當代大儒的身份 所以 陳茂波當時人人都反對他所有政策 反對他出賣香港 反對他的東北融合 他就拿錢穆這個新亞孝哥 這句話 他是新亞畢業生 所以他奸險我份盡 人人指責他 他都繼續推行梁振英這個賣港政策 喂! 這樣用錢穆出來 分明就屈錢穆 屈錢穆這套效果 分明你也不明白錢穆 這個效果的 背後那種責任重大 背後的悲良 所以這些全部都可以你看到的 就是說 香港處於一個很奇怪的年代 當資訊再不流通的時候 你就以為 以為沈祖堯說的是事實 因為你再沒有這些渠道 你聽不到黃偉民一家之言 你看不到我寫的稿 你也想不到黃偉民粉絲交流俱樂部 你沒有這些資訊作為選擇 以及你的參考 你就以為沈祖堯怎麼會錯 作為中大校長 對錢穆怎麼會不認識呢 錢穆也叫你記住中國 你快點向北京叩頭吧 哇!這樣的邏輯 如果他肯向北京叩頭 第一 他當年過不了反右 也過不了文革 但是翻轉 他一生的後半生工業 又不是這樣 他的香港也 今天的香港也不會有一個這樣的中文大學 有一個所謂的新亞精神出現了 所以所有種種 我覺得就是資訊都要流通 當有人說出 我不管他是沈祖堯還是中大校長 我不管是陳茂波 官拜到什麼發展局局長 只要你說的東西歪曲了基本事實 我們就前因後果說出來 給大家聽一下 大家就選擇一下 你覺得錢穆再生 他究竟知不支持移用軍進行 所背後代表的中共政權 這個中共政權 現在66年又做了什麼事情 這些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在資訊流通的網絡時代 很輕易地看到 當有一天 你查Google也有困難 上Facebook也有困難 這些網台 已經凋零了八九九的時候 你就明白 你只能夠由一個被動地 給一些有政治背景的權威 講一些似是而非 轉移焦點 甚至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內容 是影響了你的判斷 你可以討厭政治 但是你要有一個選擇權 香港可貴的地方就是選擇的自由 你可以幾十塊買到一件衣服 你又可以過萬元買一件衣服 這是你選擇的自由 你可以二十多元吃三宴 你又可以用二千多元吃三宴 都是選擇的自由 你可以一邊看《大公報》 一邊看《蘋果日報》 這是你選擇的自由 但是問題 現在楊振英政府 所有的措施想告訴你 不准你有這個自由 這個才是可怕 究竟鄉國歌 中共的國歌 是否設立這個求場文化呢? 你看看你怎麼看 鄉國歌 是違反這個國際捉協的所謂規定 是因為別國去協別人的國歌 對了 在這裡來說又很巧妙了 當如果你說香港已經回歸了中國 那就是那些求迷在鄉自己的國歌 好像沒有違反這個國際捉協條例的 巴西人鄉自己的巴西國歌好像沒有問題的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如果巴西對德國 巴西贏了一球 德國人鄉巴西 那麼這個就有問題了 在國際的運動場 或者奧倫巴運動場 或者在世界盃 有問題的原因就是 你不准鄉別國歌 如果你說香港已經回歸了中國 而香港人鄉這個大陸的國歌 這個呢 就是不屬於國際捉協管的範圍 是不是 就是你現在有內部 不滿以暴政的人民提出出來 國際是沒得理會的 對了 本來今天還有一條題目想講 但是時間好像很多 不是很多 本來我想講一下 伊斯蘭國的不死之迷 因為 現在俄國和 爭取一點點時間 俄國和中共都加入了 我說全世界圍剿伊斯蘭國 IS 所謂的 ISIS 喂 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局 中英美法蘇 都竟然一致通過去圍剿伊斯蘭國 簡單地說 就是說 全世界都已經要 滅絕伊斯蘭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伊斯蘭國憑什麼生存呢 它的歷史很短 它有什麼資源呢 油田 因為它當時侯塞恩政府散了之後 那麼它的油兵散用 就霸佔了北部的油田 但是單有油田 就怎麼可以短短數年之間 以天下為敵 你說油田才有錢呢 喂 要人買才是錢的 那麼誰買呢 油 全世界都石油有價 怎麼會沒有人買呢 土耳其就是其中一個 好像香港那些大陸客 走水火一樣 它這個 根據地理上的環境 它就把伊斯蘭國的石油 經它們轉手水客 賣給以色列 以色列 是以色列啊 以色列不是跟天下的伊斯蘭世界為敵嗎 咦?我們要留意一下啊 在整個伊斯蘭國的恐怖活動裡面 好像不覺得有以色列的 沒有以色列的版圖 好像 伊斯蘭國以全世界為敵 它好像在裡面忘記有個以色列 以色列不是很鷹派的嗎 對這個恐怖分子絕不留守的 以眼還眼 千里復仇 是不是 這個是罪命 咦?好像沒有啊 以色列好像從來都沒有怎麼譴責 或者行動地對付伊斯蘭國的 以色列的新聞媒體報導 伊斯蘭的新聞會怎麼樣呢? 它一定會拍著哈馬斯 它好像背後想告訴世界 以色列真正的對手 是巴勒斯坦的哈馬斯 這個是千年仇恨 打了幾十年 沒完沒了 我時間已經很忙 我針對巴勒斯坦人的哈馬斯已經很累 你不要搞這麼多事情 伊斯蘭國留給你們玩 伊斯蘭國又有個默契的 為什麼這個恐怖襲擊不在耶路撒冷呢? 為什麼不在以色列呢? 特拉維夫呢? 是的 很奇怪的哈 那麼再跟著 剛才所說到 我有了油田 跟著有土耳其幫我賣油 走水貨 賣多有需求的以色列 或者世界各地 水貨 水貨這個問題不是只有奶粉的 大家記住啊 大陸人買奶粉 一個個賺一個罐罐賺多少錢 賣iPhone來香港 所以銅鑼灣這個Apple店 水洩不通 因為他們賺水貨 真正賺錢的 是石油 是武器 對了 下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 伊斯蘭國 有這麼多武器 誰賣給他呢? 中共賣 好了 連普京都在想 就是 找我笨 是不是? 我們走去轟炸這個 伊斯蘭國 你就走來說我過你的上空界 是不是? 土耳其擊落我們的戰機 然後他發現了 再看清楚 他發現了一個問題 美國經常說 轟炸伊斯蘭國 轟炸 轟炸極 為什麼都不轟炸他的油田呢? 所有人都知道 伊斯蘭國的真正支持位在哪裡 因為有石油 有石油哪有什麼? 有錢的了 有錢的又怎麼樣? 買武器 買武器之餘都要用才行的 那就有人教了 對了 真是說很奇怪的 土耳其作為北約成員之一 他對伊斯蘭 北約成員說明要跟伊斯蘭作戰 現在法國的軍機 英國的軍機都在轟炸伊斯蘭國 但是土耳其其實也希望在這樣的處境裡面 做一下水貨客 跟著水貨客的人先賣 原來以色列最緊張的就是石油 因為全個阿拉伯世界都以他為敵 不過原來有土耳其賣到石油給他 又沒有壞 水貨裡面這麼澎湃的石油世界 那麼他就買到這個石油 就是說 其實你看到所有人都好像在對付伊斯蘭國 原來所有人都是一個利息牽引的 是不是? 中共說要跟這個世界 國際這個對付恐怖組織一樣 他心目中的恐怖組織是僵毒 是撞毒 伊斯蘭國 對他來說 其實就好像法國遙遙地遠 其實是沒有什麼所謂的 是不是? 在他來說 你殺他一個這樣的 中共的大陸人 喂 大陸人對核下人民的性命 走過立秋 殺十個當五箱 是不是? 人家打韓戰死機 你知道嗎? 沒有什麼所謂的 最重要是有實際的利益 美國對伊斯蘭國就很曖昧 表面上 美國是最主要帶頭打伊斯蘭國的人 因為這個歷史事件是他遺留下來的 這個魔鬼是他培養出來的 是嗎? 由當初1945年 你在成立巴里維王朝 在伊朗 已經看到過 真正的實際問題 就是說 你導致到中東不穩 是不是? 然後伊朗人民推翻伊朗巴里維王朝 你利用伊拉克的侯塞恩 牽制著伊朗的高美尼政權 利用別人回教的什葉派和順利派的矛盾 是不是? 以你們的敵人對敵人的方式 牽制著你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到侯塞恩這個 不受控制 你要殺了侯塞恩 然後打散這個順利派 而要培養一個什葉派的伊拉克政府 才導致伊斯蘭國出現 但是伊斯蘭國 目前真正要對付的是他們什葉派的對手伊朗 你覺得很奇怪的 究竟現在這些在西方世界的恐襲 是不是很像沈祖堯的前幕說話 或者是第三條跑道 或者是香港高鐵 或者是梁振英的網民一樣 其實是一個紡紙包裝 是不是? 你知道有伊斯蘭國侵略的地方 美國就可以名正言順進去處理區內事務 因為本來美國來管理你家裡的時候 你不歡迎他 但是當你有恐襲的時候 你就會歡迎美國來幫忙的了 那這個是不是 究竟美國跟以色列 跟伊斯蘭國 跟俄羅斯 跟中共 跟土耳其 一大堆的利益牽引是怎樣的? 這些利益牽引而造成了這個很奇怪的伊斯蘭國崛起 短暫 而能夠強橫 再跟著 再跟著 他有不死的滋生 這個才是我值得大家關注的世界局勢 世界會不會打成第三次世界大戰 其實 在土耳其擊落俄羅斯戰機裡面 都已經作為一個可以的藉口 但是問題是大家為什麼會這麼克制呢? 而土耳其又這麼夠膽 擊落一個俄羅斯的戰機 在兩國之間 又沒有任何的所謂戰事處境之中呢? 只不過在哪一屆旁邊飛過 你都擊落它呢? 而土耳其代不代表整個北約同盟? 北約知不知道土耳其這個事件呢? 整個事件 國際事件就是這樣 國為自己利益 而造成了一個夾縫 而夾縫 而助長了這個 伊斯蘭國的不死條件 好,時間差不多了 下星期我們再來個 黃偉民一家之言 拜拜 拜拜 我是黃偉民 我一直都支持 傳媒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 今天 我單刀附會 來到城寨 和大家繼續講時事 說人生 逢星期一 兩點到四點 黃偉民一家之言 今天 五千 五千 我們